孔孙黎赛起来输出 发情非常好 张飞这个大招 真的有点姗姗来时了 孔孙黎 三连结识还在输出 四连超凡 最后一个人头 最后是孔孙黎的 五连结识 KPL 2019年春季赛 第一个虎杀 新人花海首秀 这也是Eastapro期待了很久 我们可以理解为 Eastapro这个赛基因 做好了准备 它们将冲击KPL新的场队格局 孔孔孔孔 孔孔孔孔 孔孔孔孔孔孔 他们晕了一手 大招进去 最后先推人 全部杀掉了 一个人 受住了冰线 还杀掉了 也是剩下了所有人 一个并没有扑掉 关键周围孔孔孔孔孔孔 超级冰去推推进 有没有人去跌塌 冰线进来了 这边前一圈 他们恭喜Eastapro 神奇的一幕 撞一手 能走吗 进圈 一波了 直接被秒了 两个都没回去 都没回去 一个都没回去 我这个杜奈 恭喜RW霞 三次凌风 历史三次交手 Eastapro没有从RW霞手中取得一局的胜 今天Eastapro打的确实是 差 真的不是说战胜谁 他们连常规赛自己都打不过 五花剑这一个二进了三个人 再来一个大招 三个直接被秒掉了 发行了全球的被动之后 肚蛋也已经阵亡 都将打出了不过 大中战争也难以去 一天而挂海的阵亡 老父子已经赶到团灭 一天水晶了 冲进了水晶的下方 让我们恭喜Eastapro 4比0战胜RW霞 拿到了2019KPL春季赛 总决赛的资格 这是他们六届KPL以来第一次进到总决赛 以4比0的比分 凌风了这个赛季最长的黑马RW霞 他们在这场比赛之前 一次都没有赢过他们 但这场比赛 他们让对手吞下了凌风的苦果 对 总冲就位置上进去了 拉起来吹两个 踩一脚两个人 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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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推到了小乔 肯定虎被孤一个出去 小乔切子了 小乔已经率先阵亡 没了 老虎也被打出了复活 能不能搞机会 鸣道在身上一道 而且他顶了一个护盾 但是 双肺已经全部倒地 这个安息处理不了 Eastapro这边的双肢 也已经被打出了复活性了 重有机 鱼鱼就是曼娜直接团灭 对方 看一下B线的情况 中路有限 中路一个炮车 只剩这一个炮车 40秒的时间 能不能推掉 Eastapro时刻1000年的第一个赌卦机 只有中路到水晶的距离 只差30秒 没错 Eastapro Alan直接顶着水晶 从KPL的第一天到今天 1001天 他们看到这座水晶推掉 来我们 恭喜Eastapro 恭喜Eastapro 获得2019 KPL王可荣耀职业联赛 25 总冠军 1000天 3000天的失败 又不再次 换来了第1001天的碰碑 没错 在历史上 他们是唯一的一只 从胜者组 掉进败者组 又一拳四 拿到了总冠军的动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